它是阻止魔鬼的最后一道屏障 它有着坚不可追的外表 它有着钢筋铁骨 作为核电站最坚强的安全屏障 它是如何设计又是如何施工的呢 深入土建工地探寻其貌不扬的核电站最核心的秘密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核电工程风云路第二集 钢墙铁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惨痛的影片 1986年4月26日 前苏联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火灾引起爆炸 高辐射的液态物质进入地下循环系统 爆炸使机组被完全损坏 反应堆厂房被掀翻 8吨多强辐射物质泄漏 尘埃随风飘散 辐射物通过地面进入地下循环空间 核事故产生的放射污染非常严重 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污染的100倍 致使周边国家和地区遭到了核辐射的污染 1979年3月28日 美国三里岛压水堆核电站2号队发生堆心湿水而融化和放射性物质万亿的重大事故 但是这次事故无一伤亡 在现场只有三人受到了略高于半年容许计量的照射 人们把关注的目光聚集到了它的安全翘 核能毕竟不等同于我们所说的普普通通的化石能源 比如石油 比如煤炭 虽然说核能它同样是利用我们现在地球上能够找到的一些矿物质元素来进行反应 最后提供能量 但是核电站如果一旦出现问题 核能如果一旦不受人的控制的话 那么结局是非常可怕 比如原子弹 比如核电站的几次泄露事故 给我们的人类社会增添了无限的麻烦 甚至曾经给我们人类的命运带来极大的阴影 所以说对于核能的利用必须要慎之有慎 因此讲核电站如果出上一点点事情都会引发整个世界对它的关注 实际上想一想全世界各地水电站火电站难道每年都不发生事故吗 只不过因为核能太特殊了 核能过于危险 所以我们才会对它如此的看待 因此说对于核电站的建设而言 如何保证它的安全运行 如何运用最先进的科技 把这团巨大的能量掌控在我们的手心里 这就是关键当中的关键了 在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人员为拟建核电站做着设计 每一步设计都要经过详细的论证过程 这事关未来核电站的安全 核电站是通过两种方式来防范事故 一个是我让它不发生事故 还有一种是防范事故两种方式 一种是我的安全系统投入 让它事故马上降下来 缓解下来 或者说把事故消灭在谋压状态 还有一种就是出了事故以后 我的这些设施 我的这些结构 我的这些系统 能够把事故的后果把它降低到最小 所以核电站结构系统 要将经得起考验钢筋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 根据各种不同工况 它要进行详细的分析计算 最后确定钢筋的数量 钢筋的粗细 赵超超是河岛设计的工程师之一 他要做的就是设计河岛混凝土部分的钢筋 我们河岛主要是包括了 预印力钢筋和普通钢筋两块 对于预印力钢筋来讲的话 它主要的作用就是用来抵御 洛卡工况下高温高压的作用 所以说预印力钢筋 它的分布分为数项水平 还有穹顶三个部分 河岛如果发生意外 来自内部的压力会冲击穹顶 预先设计一个数项的预印力钢筋 来约束变形就是必要的了 所以根据不同的指标 钢筋的捆扎方向不一样 这一切都是在防患于未然 一旦出现了大的核泄漏以后 整个安全可是最后遇到屏障 我要保证它在这种高温高压的情况下 我这个混凝土结构 仍然能够把放射性那些 能够把它包容住 那么根据这种情况 我们设计了应该配多少斤 混凝土应该多厚或者这些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施工的时候少了 比如说钢筋混凝土 平时没有问题 假如说四十年六十年 都是正常运动不出事故 好 也是OK 但谁知道呢 假如说出了事故 恰恰是你认为没什么关系的 少了几根筋或者怎么样 它这个安全就本来是能够承受 比如说五六个大气压的压力 好 由于这个施工过程的问题 它就承受不了了 那不就发生核泄漏 从示意图我们可以看出 核电站的核心部位核岛 就像一个厚厚的堡垒 在它的下部 有厚达六米的钢筋混凝土 人们称它为伐机 这是为了防止事故时 放射性物质流入地下空间 在它的上面 则是一个封闭的钢结构 钢衬里 在钢衬里的外面 是厚达一米的混凝土结构 一旦发生事故 这个堡垒将确保放射性物质 被包在里面 不发生外泄 我们这个部门 是设计院的设计的一个部分 主要是做计算机辅助设计工作 那么我们主要是帮助设计人员 用设计员的一个输入图纸 把它转换成一个空间立体的模型 这样设计员就可以在这个模型上 对整个厂房进行一个综合的 一个布置一个审查 那么最后 通过这个模型的适应器修改 出为比较合适的一种施工图纸 来用于现场施工 通过这些工程师的工作 可以很直观地把设计结果 通过三维动画展现出来 就是没有一点工程学基础的人 也能对未来要建的核电站 有一个感性认识 随着阵阵风鸣 新的核电工地又开建了 挖土机投入了使用 这是中广和工程公司 负责建设的明德核电站工地 工人们正在建设的就是法机 层层叠叠叠的钢筋 和厚厚的混凝土 组成了最结实的基础 他们是要完全按照这些图纸来施工的 这些工人们都是经过培训的 都要有相应的资质 从他们的着装都能看出 他们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 这是一个混凝土搅拌站 受过专业培训的工人熟练的操作一切 他们今天把预制好的混凝土块 送入的不是工地 而是实验室 他们就在这里接受检验 符合条件 才能用在工地上 实验室里的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这些预制成型的混凝土块的命运 只有一个就是达到开变 他们接受的就是压力实验 这个是咱们这个核岛的混凝土 事块 它技术要求是要达到40兆怕 40兆怕是个什么概念呢 咱们这一个圆的前面积是200平方厘米 在200平方厘米 这面积上能够承受80多人的力量 不只是混凝土 承担不同功能的钢筋 也要做相应的实验 一次次达身 一次次测试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选择最符合条件的组合 保证核岛的安全 咱们干筋的相当于人体的骨骼 混凝土相当于肌肉 这两个是有机的结合 哪一个缺乏哪个都不行 干筋的作用是产生拉力 和泥土是受压的 这两个不同的组合 起来是一个有机体 这样能保证整个结构的安全 建设一座核电站 实际上应该讲 从它的项目审批 到它的工程建设 工程施工 跟一般的大型的这种建筑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但是我们说在整个过程当中 安全性是被人们在反复谈论 并且在实际操作当中 甚至诱甚的一个点 您就比如说像对方和反对的这样的一个科体 这样的一个安全窍 我们对它就要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首先最外层是厚达一米的钢筋混凝土 然后里面是6毫米的一个全钢的衬理 它的顶部是一个拱形的穹顶 这样能够保证它承受更大的压力 但是您想一想 到目前为止 我们地球上还很难说一次成型的制造出来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穹顶 钢制的 它又不是说造一个钢的小罐 它的面积非常大 因此说它在一块一块进行吊装 在进行焊接的时候就存在着很大的难点 作为核电站最坚强的安全保障 是如何设计又是如何施工的呢 走进科学记者深入土建工艺探寻其貌不洋的核电站最核心的秘密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核电工程风云路第二集 钢墙铁骨 陈佳作为核岛安装工程师最近的压力比较大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监督检查 要进出工地无数次 工人们正在焊接的就是河岛钢城里的顶部 穹顶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这个防尘杆核电站这个安耗的穹顶 现在正处于这个穹顶的这个拼砖阶段 这个穹顶呢我们直接是18.5米 然后高度呢是大概是12米12米多 这个穹顶的整个重量呢约是141吨 我们这边可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有两个系统 一个呢就是不锈钢管道 这个呢是我们核电站的这个安全专项设施啊 这个这个叫做安全喷离系统 另外一个呢 探温管道呢是这个 就是大气辐射监测系统 是用来监测我们这个穹顶啊 将来这个辐射 剂量的 穹顶组装施工牵扯很多单位很多程序 每一个程序在验收的时候要符合法规要求 负责人验收签字以后才可以生效 我们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任何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问题都要在我们的设计建造阶段去解决 不能把这样的一些缺陷啊 带到运行阶段 这是我们就是作为这么一个从事核电行业的人 必须牢记的一个宗旨 就是我们对社会对国家的承诺 不远处的工地就是正在施工的河岛 他们正在静静护带群顶的到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号道当成的群顶 它目前正处于地面拼装阶段 后续随着那个工程的进展 它会穷顶会整体雕装到钢身体壁板上面 钢身体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暗黑色的一个碳缸 6毫米后的碳缸组成了 钢身体上面它还有那个小毛钉 它的作用是跟后续跟安全效混凝土形成一个整体 现场施工中要完全按照设计图纸去执行 它们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不久的将来 这座再建的河岛也能像隔壁的河岛一样 进入最后的途径施工阶段 今天的工地特别莽扑 预制好的群品要吊装上去 即时 早在设计阶段 负责设计的技术人员们 就把吊装程序全部都考虑进去了 这个吊锯的设计 吊点多少个点 是12个点还是18个点 都是有计算的 都是有分析的 否则中间可能发生这个 比如说这个穹顶失稳 对吧 因为它非常薄 它容易 你的支撑不均衡的话 很容易就失去稳定了 发生局部的翘驱什么的 地力强大的吊车 已经严阵以待 现场各个部门 也都各就各位 重达100多吨的圆弧形干板 是如何吊到河岛顶部的呢 穹顶的设计 它是有很多讲究的 是吧 它是有很多讲究 它为什么设计成这种 类似于半圆形的东西呢 就是因为我要保证 我在这个压力的情况下 事故的情况下 这个结构有足够的沉压能力 第二个就是能够保证 后期安装的精度 能够保证 就是到了现场以后 能够真正放上去 两个小时后 群艇严丝合缝地 与下面的铜体连接板 群艇吊装结束之后 就意味着最后一层混凝土的胶住 河岛部分不久 就可以出现关迷了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形成一个封闭的 一个运力的安全窍 它可以抵抗一个小型飞机 对它的一个撞击 整个结构不会被损坏 造成方式行为外落 核电站的核心部位 核岛就像一个厚厚的堡垒 在它的下部 有厚达六米的钢筋混凝土 拔击 这是为了防止事故时 放射性物质流入地下空间 在它的上面 则是一个封闭的钢衬里 在钢衬里的外面 是厚达一米的混凝土结构 一旦发生事故 这个堡垒将确保放射性物质 被包在里面不外泄 这些组成了 核电站核岛的最外层屏障 除此之外 厚达二十厘米的钢质反应堆 压力容器 用以完全密封冷却水 还有相连的冷却水管道系统 防止一回路冷却水泄漏任何辐射 组成了第二道屏障 核金管燃料包窍密封着油燃料 防止辐射泄进核金管外的冷却水 组成了最内部的屏障 安全窍是防止核泄漏的一道重要膨胀 它的设计时工科学而又沉默 当发生意外时 还有哪些屏障让人们从容应对呢 请继续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核电工程风云路第二集 刚强铁骨 其实我们从刚才介绍当中已经看出 像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 还有我们的大崖湾核电站 采用的基本上都是三重保护的方式 最内部是燃料包窍 然后外面是一个压力容器 最后一层保护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窍 因此说即便是前面两个出现了问题 最后也能被包裹在其中 而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什么那么惨呢 就是缺乏最后这一层的安全保护 这上面出了大问题了 可是你看三里岛核泄漏的事件影响就非常非常小 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因此说核电站无论是从设计还是建造 都要想方设法的保障今后运行时候的安全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 当核电站偏离正常运行范围时 控制棒将依靠重力在两秒钟落入堆心 迅速终止反应 如果第一道屏障和第二道屏障遇到威胁 安全注入系统将含有膨酸的水注入反应堆 确保反应堆得到冷却 如果第二道屏障遭到破坏 安全窍喷零系统将会自动迅速降低压力 确保安全 如果第三道屏障受到严重威胁 过滤系统将会立即启动 将安全效率的放置性物质过滤之后 再进行安全排放 自1991年秦山核电站并往发电以来 我国核电站已经安全运行了21年 核电一旦出了事故 它的影响的范围很广 影响的人员很多 持续的时间很长 经济损失很大 这几个方面 其他事故都没办法跟我们来比 这是做核电的人特别要小心的地方 千万不能出事 除了事情的确会对社会 对工作对环境带来巨大的危害 这是肯定的 您好机主长吗 我三号机继续舱园里干 现在我们在执行DOSIO的过程中 重新发生停滞安住 我们现在重新执行DOS第一页 开始重新执行 三号机继续舱园 三号机继续舱园 一会儿都有没有降过机球 好 现在还没有 好 没有 发生火灾保 阿福利舱园 好 这里是我们的模拟机房 那么这里是我们的交控台 我们现在交控台 我们这台模拟机呢 是零二三号机主控室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 1比1的模型的一个模拟 那么主要是对操作员进行 那个正常运行 故障还有事故的一个培训 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教员正在上课 那么进行的是一个事故的一个演练 事故发生后如何处置 这个基本功是在培训中完成的 这些技术员们以后要在主控室操作 在长达两年的培训中 要进行所有假设事故的处置方法培训 核事故它不是个魔鬼 核事故它是一系列的变化过程 一个核事故中间过程里面 有很多物理现象 它是一步一步演变过来的 每一个过程中间 我们都知道它会有什么现象 这我们都知道 也都知道用什么手段 可以去阻止它发展 怎么去抢救的技术都有 这些手段我们而且都写在程序里面 是可以操作的 所以核事故从发生 一直到最后营养的工作 我们中间有几十个步骤 可以终止它 有几十个步骤 可以保护老百姓 所以从世界范围来讲 核电管理非常严格 在我国 核电有专门的部门管理和监控 操作人员 需要考核获得执照之后 才能上岗 在美国三里岛核事故中 主要的工程安全设施 都自动投入工作 同时 由于反应堆有几道安全屏障 事故现场无一伤亡 只有三人受到了 略高于半年容许剂量的照射 这次核事故 没有对外界环境造成太大影响 除了坚固的安全效之外 核电设施的自动投入功夫可莫 让我们把目光聚焦核电设备 寻找我国核电安全的秘密 那么核电站建设过程当中 核反应堆的安全保护 它是最重要的 这一部分的生产制造工艺 如果谁能掌握的话 谁也就几近世界先进的水平了 以往我们在建设核电站的过程当中 几乎这些设备全要依靠进口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完全能够自主生产了 这个过程又是怎么实现了呢 在下集当中我们来给您讲一讲这方面的内容 科学而常规的设计 钢墙铁骨般的堡垒 这只是建设核电站的重要一步 核电设备的建造又有着怎样的要求呢 走进科学栏目记者深入核心地带 探寻我国核电安全的重要屏障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系列节目 核电工程风云路第三集 核心地带